时隔一年,德云影视账号再次更新 要不是看到账号再次更新 不少网友还以为关注了个假号 视频中侯震看着胖乎乎的郭焚洋 对郭焚洋说需要锻炼 还为郭焚洋找了一个武术家 怎么了侯叔 安迪你不能太胖 那我该怎么办 你需要锻炼,我给你找了一个武术家 这位武术家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他就是郭麒麟的助爹高小宝 看到郭焚洋把高小宝折腾的泪摊在地上 不少网友直呼 郭焚洋这是给哥哥郭麒麟出气 才折腾高小宝的吗 娃希会吗 看我的 武术家会来 武术家真厉害 会擦地吗 没问题 武术家真厉害 妈妈,我会吗 妈妈,我来擦地 我来擦地 不得不说 哥俩的关系真的是不错 至于为什么是为哥哥出气 相信许多了解的网友都知道 虽然高小宝是郭麒麟的助理 但郭麒麟在他面前却硬气不起来 经常被这个助理逼疯 别的助理都是演员想吃什么点什么 高小宝则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从不按大林的心意来 土豆 刚说土豆 我保鸡丁的 不是谁给我点的菜 好像没有一个肉还吃 这还不算 在2019年郭麒麟相声专场中 因为演出特别的卖力气 郭麒麟在反场唱大实话时 嗓子有些顶不住了 直接唱次了 地盏万物 死黄金 就是起到了 看到大林翻车作为助理 不但不帮忙 还笑得非常开心 到演出羡慕时 更是一句话 把郭麒麟气得半死 追着高小饱满长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今天演词到此结束 下来就开演 看到郭麒麟口中的助爹 如今到了郭芬阳这里如此悲惨 大家也被逗乐了 直呼郭芬阳这是在替哥哥找场子 出来浑吃早撩环的 也有网友表示郭芬阳确实该减减肥了 高小宝也非常的合适 毕竟高小宝的武力值还是值得认可的 不知道郭芬阳下次更新的时候 会不会是锻炼的短视频 真是值得期待